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奪回了最大黨 那麼再加上第一時間 黨內其實各個山頭都沒有出現逼宮的聲浪 而且侯友寧回歸了新北市 也需要黨內的穩定 也因此朱維倫現在要辭職 可能性並不高 那麼接下來 國民黨將會記取這個教訓 要立即投入的是 2月1號的立法院的政副院長的選舉 力拚國會的是藍白河 那麼國民黨競選發言人林濤就證實了 他是希望韓國瑜有機會是帶領在野的力量 來力拚力怨院長 但是面對敗選林濤同時也是痛批了 柯文哲的競選辦公室總幹事黃山山 是戰犯 是罪魁禍首 對此黃山山也支槍了 林濤背後代表的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如果是想要國會合作的話 這個態度應該是這樣嗎 那麼現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雖然是敗選 可是卻賺到了銀彈 那麼媒體人黃耀明指出 其實柯文哲您可以看到 拉近看這個個人的選票補助款 可領到1.1億元 那麼政黨的這個補助款 未來四年總共可以再領6億 主席有打算讓國會支持韓國瑜當院長嗎 主席睡得好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神色輕鬆 2024大選過後第一天早上七點照舊出門上班 雖然大選總統失利 但民眾黨在國會成功搶下巴西立委 也成為能左右藍綠兩黨在立法院的關鍵少數 第一件要談合作的事情一定是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其實在選前我們就一直有談到 就是在選後未來應該跟民眾黨合作 國民黨民眾黨藍白合不合 第一場仗就是要不要一起合作 讓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但柯文哲從沒把話說死 還曾經公開稱讚現任院長游錫昆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 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那麼現在的政治現實就是如此 你國民黨沒有單獨過半 所以我們還是會全力的應該是全力的去來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以下要拉攏韓粉 以下又說游錫昆也不錯 畢竟柯文哲有很大的教牌空間 代價而估在國會成為一股藍綠都不可忽視的力量 記者李若彤 陳明華採訪報導 而關鍵2024的部分區立委席次上命了 藍綠兩黨各式拿下13席 台灣民眾黨也配得了8席次 成為了新國會的第三大黨 反觀這個時代力量 台灣基進還有親民黨 都不僅沒有達到5%的國會門檻 就連3%的補助款門檻也沒達標 這個小黨的生存面臨危機 時代力量政黨票僅拿下2.57% 不僅未達國會門檻 連補助款也沒受住 當主席王婉鈺宣布負起責任請辭 2020年還有三席部分區立委的時代力量 這回全軍覆沒恐怕有滅黨危機 約勞繼承王婉鈺 確定請辭黨主席 過去的靈魂人物林昌佐 去年宣布加入民進黨 洪國昌也在棄實力後 未來將代表台灣民眾黨重回國會 面對民眾黨強勢崛起 其餘小黨似乎徹底被邊緣化 臺灣基進是一個小綠的形象 所以這一些對民進黨不滿的選民 他們也不會把臺灣基進 當作是眾多沒有色彩的小黨之一來考慮 反而會優先被踢除 小黨得票率低 攤開這次部分區選舉結果藍綠兩黨得票率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一六和百分之三十四點五八作收 分別拿下十三席 加沙之下的民眾黨仍握有三百零四萬票 得票率來到百分之二十二點零七 配到巴西成了國會第三大黨 反觀其他各黨加起來只剩百分之七點一九 再看看親民黨及近黨低於百分之三 通通連補助款門檻都沒到 未來經營黨務會更不順 臺灣民眾黨看似強勢崛起身為現金股會第三大黨能否不負選民期待 未來勢必被受考驗 記者黃教委將是最近參謀到